一位向往平平的小伙来到了一档相亲节目 刚上台就自我介绍到 自己来自杭州 曾经做过小丑演员 也发过传单 现在是一位外卖小哥 但是对未来也有着自己的规划 准备以后成立自己的跑腿公司 一位女嘉宾耐不住性子问道 请问你现在有房有车了吗 男嘉宾回答道 自己现在还没有房子 但是有一辆面包车 女嘉宾立刻回怼道 你没车没房来乡什么亲 难道你要你的老婆和你在出租房里生活一辈子吗 男嘉宾说道 租的房子又不是不能住 更何况自己的事业还没有成功 要是成功的话 买房只是时间的问题 男嘉宾继续说道 自己想找一个能照顾家庭 不物质的女生 希望女朋友能支持自己的事业 最好不要有很多异性朋友 女嘉宾一听这话 直接不乐意了 愤愤地说道 难道女生要求有车有房就是物质了吗 没车没房 你拿什么给未来的生活做保证呢 你还要求女生没有异性朋友 你这要求很是奇怪呀 男嘉宾回答道 之前的女朋友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异性朋友 前女友一有什么问题 就跑去找她的男闺蜜 我很没有存在感 虽然也提出过不满 女友只说道和她是好朋友 她竟然偷偷摸摸和自己的男闺蜜在一起了 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所以很介意女朋友有异性朋友 朋友圈有没有点赞 我以前不认为这事件什么事 后来啊 我跟他们接触时间长了 我才发现 对于很多现在女孩来说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没想到对你这样的也是很重要的事 我比较爱交朋友 所以跟朋友平时的互动 除了说生活当中的见面和接触之外 点赞也能看到一些门道 女嘉宾说道 这也只是个别人会这样 不能以偏概全 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女友这样 你就怀疑所有人都会如此 三观正的人会分清楚界限的 不会做出劈腿这样的事 男嘉宾回答道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我还是很介意 毕竟这个对我影响挺大的 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过来 此时一位女嘉宾问道 男嘉宾 你说你是外卖员 我看你的这一身打扮 不像是一个外卖员能负担得起的 你的手表还价值百万呢 男嘉宾此时才发现 忘记将手表摘下来了 男嘉宾见无法隐瞒自己的身份 坦诚地说道 自己确实不是外卖员 实际身份是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 之所以这么做 不过是担心有的女生过于在乎物质 现在自己的生活很富裕 能每个月送女朋友一辆车 做事情目的性也很强 之前也做过很多苦力 知道赚钱的艰辛 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的物质丰满了 并不代表着什么 只有精神上达到一种境界 才能说是成功 男嘉宾说出真实身份 场上就只有两盏灯还亮着了 灭灯女生脸上显然露出了悔意 此时一位灭灯的女嘉宾问道 男嘉宾 你说你每个月送一辆跑车 你是真的喜欢跑车呢 还是想用跑车来炫耀你的身份和地位呢 男嘉宾回答道 自己买跑车并不是为了炫富 只不过自己喜欢跑车罢了 另一位女嘉宾问道 男嘉宾 你说你追求目的和效率 那你在感情上是不是也是这样 男嘉宾回答道 在感情上当然不会这样 感情还是比较靠缘分的 毕竟感情不是工作 不能用效率来衡量 接着一位女嘉宾说道 我挺认同你的观点的 感情和工作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很欣赏讲求效率的男生 而且我认为女生也不应该没有自己的事业 什么事都靠男人也是不行的 现在到了男嘉宾返选的环节 场上的两盏灯还亮着 此时男嘉宾问两位亮着灯的女嘉宾 请问你喜欢事业型的男朋友 还是家庭型的男朋友 一位女嘉宾回答道 喜欢事业型的男朋友 自己比较顾家 男朋友可以安心在外面打拼 不用担心家里 自己会把家庭照顾好 但同时约法三章 不能失联 男方要尊重女方的决定和建议 不能洗心厌旧 去寻欢作乐 男方要疼女友 不能不顾家庭和孩子 要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男嘉宾点了点头 说道 只要相互理解 相互付出就好 这时男嘉宾上前牵起了女嘉宾的手 此时 女嘉宾说道 自己很喜欢男嘉宾的上级心 所以留灯给他 而且自己很喜欢跑车 也有几辆 以后也有共同话题 说完 两人甜蜜离场 虽然物质在婚姻中很重要 但是只在乎物质的女人是得不到真爱的 反而会被物质蒙骗了双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